来喽来喽,小青都出眠了 这龟有多少人养的? 相信应该不少吧 养了小青的朋友们,你们是真幸福啊 因为这龟啊,以前是真的龟啊 气候转暖了 最近有很多新入圈子的朋友来问我 能否推荐一种性价比高的龟 要求,价格便宜,饲养难度不高 颜值好看,互动性强 体型小,还要能冬眠 妈呀,这要求还不少啊 按照以往的话,我应该是手推剃刀 哎,它基本上都符合一项的要求 不过由于炒得太高了 剃刀显然已经算不得什么高性价比的龟了 虽然我承认他们的饲养体验是挺不错的 那有人就犯嘀咕了 既要便宜,又要满足那么多优业 这样的龟还有吗? 哎,你别说,还真有 而且啊,这龟现在很普及 价格也很便宜 他们就是皇后小青 小青到底如何,请听我慢慢到来 点赞,关注,加转发 养龟顺利,很健康 现在的龟友可能不知道小青早些年的历史 而对于我们这些老龟友来说 小青龟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龟类 小青的学名叫黄猴泥水龟 他们属于北种皇后中的一个地理种群 而南种皇后就是大名鼎鼎的南石龟 也叫石军田龟 我第一次接触到小青的时候 还是个青色懵懂的初中生 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北种南种 反正看到他们就非常喜欢 只可惜囊中羞涩 只能远观 顺带一提 那个时候一只草柜苗子都要35块 简直扎厉 之后很多年里 小青随着市场变化身价是稷稷福福 直到2012年 小青迎来了他历史中的高光点 价格开始大幅攀升 普通苗子就可以卖到200到300 精品晚南苗可以卖到500家 如果是崖底公归 甚至可以炒到上万 大家想一下 那可是十多年前了 这价格真净 只可惜任何罪恶的操作 终将现会原型 和南石一样 小青没热乎几年就开始奔派了 时至今日 他们已经融络为地摊三杰的接班人 各大花鸟市场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至于价格嘛 有人说跌到过几块钱一只苗子的地步 我是不清楚啊 我看的大多是品价还过得去的 也就二三十吧 以现在的经济条件来看 正情不贵 所以啊 如果有幸在饲养小青的朋友们 你们手里的爱归过去啊 可是妥妥的高端贵 是不是略微感到有一些心理感呢 接下来谈谈饲养体验吧 品价好的小青 体色和色都偏黄 有的甚至连爪子都是黄色的 被称为三黄小青 他们的体型啊相对于男种的男食更小 样貌更清秀 所以啊 深得玩家喜爱 不过要论他们最有趣的 莫过于那张奇特的微笑脸了 喜欢杨小青的朋友们都知道啊 小青有一张喜感的表情 总是冲着你笑 哪怕是嘎了 你是喊笑九泉啊 他们天性活泼好动 性格温顺 只要能够适应环境 在主人投喂过几次之后啊 就能展现出讨食行为 不过这也得看个体啊 胆小的似乎也不少 得看你的运气 饮食方面不挑食 龟粮 蔬果 鱼虫 虾肝 都可以搭配着味 水性尚渴 我感觉比草味给力点 只要有个歇脚的地方 深一些的水体 也能悠然自得 天冷了就冬眠 总之一句话 想养活小青不算太难 但要是想把它们养漂亮 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听很多龟友反应啊 小青的颜值最高峰 往往是开箱到家的那段时间 只要进了家门 颜值就媚筐欲下 本来好好的小黄人 慢慢的变成了咖啡豆 怎么就越痒越丑了呢 饮食 水体和日照 固然是一方面因素 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啊 最大的问题 可能还是住在环境上 我指的是啊 商家的某些极致不进 在玩家看来 是遥不可遇的 可我们漂亮的小青 总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下 才能披上一副 好麦的皮囊 一旦到了玩家手里 也就小的原型 这当然不是说玩家们 就养不出颜值高的小青 只是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都无法知晓 商家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有人说基因很重要 也许这话是对的 但是这回到底是啥基因 你作为买家 又怎么能分辨呢 我见过不少 意气风发的养贵少年 花了大价钱 购买到了所谓的 纯种管道小青 自信满满的跟我说 那些几十块的小青 一定比不上 他手里的这些鸡白的 谁知半年后啊 他们无奈的 把手里的小青都卖了 售价也是几十块 因为啊 这些小青啊 也变成了咖啡豆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了